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二十回 请你先看回幕所给我们的指示 这一回的回幕讲到的第一个重点是 王熙凤正言谈度意 第二个重点是林黛玉俏语灭交音 主要就是讲两个女性的不同性格和语言风格 其中王熙凤是正直无敌 林黛玉是娇俏闹小性子 呈现出很明显的对比 而最让人意外的是王熙凤 我们先看王熙凤正言谈度意这一段 你看曹雪芹岂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王熙凤说的是正言 也就是出于正义正直的言论 用来谈压那些度意 度意是指一种见不得别人好 因此抹黑别人的刺思的心 而王熙凤的心是正派的 做法是正当的 因此曹雪芹就用正言来下了标题 点醒耳目提醒我们注意 而为了凸显凤姐的正派 这一回的正言谈度意的表现 其实一共包含了两段情节 也就是说这一回的正言谈度意写了两个事件 一个是用温情红走了以老卖老的李妈妈 而一个呢是大意凛然直接纠正了坏心的赵姨娘 凤姐 义以柔 义以刚都显示出堂堂正正的气魄 我们先看第一件的正言谈度意 那是说宝玉的奶娘你妈妈赌输了钱就迁怒别人 又嫉妒受宠的丫鬟们 于是恶意排宣习人 辱骂他不尊重长辈一味的红宝玉 也让习人委屈到哭了 这时候王熙凤听到吵嚷的声音就赶了过来 他用半哄半劝的方式带走了李妈妈 请你注意一下 凤姐所说的一番正言 他的正派就在于柔中带刚 他一方面尊重奶娘的地位 但是一方面也提醒李妈妈要守伦理规矩 以身作则自我尊重 于是呢就把李妈妈的度意给压下来了 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见呢李妈妈的乙老卖老 誓恩妖功是不足取的 而习人的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连待遇都觉得他不错呢 还站在习人这一边批评李妈妈是老辈会 你想想看 这对于从不称赞别人的待遇来说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哦 而另外一件正言谈度意的事件 那是宝玉诉出的弟弟贾桓 同样是赌输了钱 却小气赖账 又因为自卑就哭了起来 恰巧宝玉来了 就劝他到别的地方去玩 没想到贾桓回到家以后 赵姨娘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却歪曲事实 说大家欺负他 而赵姨娘居然跟着挑拨李箭 骂贾桓自讨没去 他们的这一段对话刚好被路过的凤姐听见了 于是把这一对人格卑劣的母子给斥责了一顿 那么你看看 凤姐的正言又是正派在哪里呢 请你再注意一下 凤姐之所以斥责赵姨娘 是因为他的敌意把贾桓给交坏了 这也就是所谓的 叫这些人交得歪心邪意 狐媚子霸道的 自己不尊重 要往下流走 安着坏心 还只管怨人家贫心 既然如此 凤姐就用宗法制度 剥夺赵姨娘的教育权 这个道理就在于 世家的子弟 都是以敌母为正式的 法律上的母亲 她们本身也属于主子的身份 而赵姨娘虽然是贾桓的亲生母亲 但是身份上仍然是仆人 她们彼此之间 并没有伦理上的母子关系 所以真正可以教育贾桓的是王夫人 这就是曹雪晴会说 凤姐的一番话是正言的缘故 而确实也因为这样 多少就可以降低赵姨娘 对贾桓的负面影响 所以说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制度 是绝对的优劣的 事件的道理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如果一味用自己的价值观 去看传统文化 那就一定会误解了《红楼梦》 至于这一回的后半 就转向了林黛玉 《俏语虐交音》对比出不同的说话风格 你看相对于凤姐的正言 黛玉的《俏语虐交音》就呈现了很不同的特点 那怎么样的不同呢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 黛玉口齿伶俐 有很可爱的地方 可是啊 常常因为纠缠了太多的情绪 于是变得自我中心 就像宝玉所说的 宝玉说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 难道你就只知道你自己的心 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那黛玉听了这番话 低头一语不发 可见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缺点 所以默认了宝玉所说的是事实 那么你仔细想一想 黛玉确实为的都是他的心 可是他也常常不知道 不体谅 别人也有自己的心 因此他有的时候 不免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尤其是当他自己的心 太过敏感多疑 甚至染上了嫉妒的时候 那由这样的心 所发出的翘语交音 还会是可爱的吗 果然啊 这一回曹雪晴就派史湘芸出面 指出黛玉的翘语交音里的缺点 那就是 专挑人的不好 见一个打去一个 而你知道吗 在人家不好的地方打去 那绝对不是幽默 而等于是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缺点哦 其实呢 帅直并不等于可以对别人无礼和不尊重呢 可惜我们却常常混在一起 而巧妙的是 曹雪晴就派湘芸来同时示范了真正的率直 那就是从来不说讽刺别人的歪话 也不要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而是堂堂正正的指出客观的现象 这才是真正的直率 由此可见啊 讲话直跟讲话次 这是两种不同的向度 我们可不要胡伦吞枣地混在一起 而这一回 就是史湘芸的第一次登场 她以公正豪迈的性格 也成为唯一一个敢当面反击待遇的姐妹 所以曹雪晴 在第五回《太虚幻境》的《红楼梦曲》里 就说湘芸是季月光风 这真是最恰当的形容了 以后啊 在整部小说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湘芸的这一个人格特点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